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统治者为了巩固设计无不把酷刑难入 并由此衍生出花样繁多的刑罚来 比如大名鼎鼎的十大酷刑 真是闻着胆颤 听着心惊 十大酷刑里 有些刑罚因过于残忍而被废除 还有些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十大酷刑里率先被废除的是腰斩 此酷刑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 历史上不少名人都遭受此酷刑 秦国丞相李斯 西汉著名政治家炒措 玄奘的高途遍积和尚等等 都因不同的缘由而被施以腰斩 腰斩之刑 在雍正皇帝在位时期被废除 其起因于科场泄其案相关 雍正年间 一位叫于红胡的官员 出任福建学政 负责当地的教育与科举工作 于红土此人对学子管理很严 自己也比较清廉 每当考试的时候 后 站考场前 他总是警戒家婆与随同分别在内外值班 不得擅自出入 以此断绝泄露传递的弊端 反而日房夜房 家贼男房 于红土有位小妾背地里 与图人沟通坐肩饭车 每次传递考题 将考题贴在于红土官服背后的补卦上 到了外面 图人轻轻揭取 然后交给参加考试低试子 通过出售试题大赚了不少钱 而于红土对此毫无察觉 时间长了 曹取低试子越来越烂 于是远近舆论大华 于红土因此受到监察官员的谈笑 雍正帝派是讲学士邹生衡 前往取代于红土 并命令将于红土腰斩 由邹生衡担任兼长官 邹生衡与于红土本是儿女庆下 但邹生衡涉于雍正的威严 不敢是先向于红土泄露 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被判了腰斩的犯人 要想诉死 必须向刽子手送钱 若没有得钱 则让犯人慢慢死去 于红土仿佛刑场时 才得知自己被处以此种酷刑 由于没有准备银两 被刽子手们用盾刀慢慢斩成两罐 碰了他在地上乱滚 并用手占自己的血 在地上连写了七个惨字 那种挣扎着死不下去的惨状 令人不忍目睹 邹生衡尖斩完毕后 去时上奏 雍正亲吻也为之感到不忍 于是命令封刀 从此废除腰斩的刑法 于红土则成了最后一个被腰斩的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